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 在出席一個電台節目訪問時說 他認為選委有責任在這次選舉中 按程序投神聖的一票 拿到150票以後成為候選人 所以作為選委是有這樣的職責 對於有報道指 梁振英或會邀請 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 加入行政會議 梁振英就說 如果任志剛願意 他十分願意在多方面向他請教 而被問及如果當選 會不會吸納不同政黨的人士 梁振英就強調 用人會看理念和工作能力 而不會分黨派 梁振英又重申 問責團隊和公務員的性質不同 政治問責人員 政治工作應該做得更好 不會用高級公務員做政治的工作 也應該多些落區了解民情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